回去也是给队员们好好的上了一课 确实 可能好好的说教了说教 就是说有时候还不能轻敌 还是要把自己的专注放在比赛里 要尽一切所能保持冷静理性的情况下 赢下对局不能够忽视任何一个对手 其实这支队伍的话 大家可能对他们的教练也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一名教练瑶瑶 瑶瑶的话前面我们都有了解过 他其实之前有过一些在KPL二队的指教经验的 包括在K甲 但我昨天其实看了一下 就医学英文流主持人的一个采访 采访到瑶瑶的时候 瑶瑶其实在采访当中透露出 他自己以前开了一个公司 然后攒了一些积蓄 他后来呢 攒了一些积蓄 听起来很多的样子 赚钱了嘛 然后就有资本来投身 自己所喜爱的这个定进行业了 所以他现在就来追梦 追梦了就是在这个财务自由之后 选择了追求自己的梦想 是啊 这是每个人都想活成的样子 是啊 羡慕了 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嘛 对的对的对的 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他的一个表现 其实我觉得挺不容易的吧 因为他们我听说啊 他之前呢 其实也是在采访的时候没听到了嘛 就是他其实在之前是一个以粉丝的一个身份 对对对 对 他其实比较热爱的 然后呢 慢慢的把自己都热爱付诸实际 然后呢又刚好可以参与到 以教练的身份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竞技和对 对战当中 比赛当中 这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他们的对手越南TDT 这个队伍目前的积分呢 就没想象的那么好了 他们在过往的比赛当中 一共打了四局 只赢了一局 赢下的对手呢 是FUT战队FUT 那么败掉 败给的队伍呢 是有拉美赛区的ISG MAS Tigers 还有来自缅甸的Impunity 那其实对于越南的TDT而言 这个积分其实特别不利 因为FUT的话 目前是一局没有赢 那其实大家打到他们都能拿下来的情况下 那你拿了这一分的这个价值啊 就没有那么高了 可能在跟别人比这个胜负关系的情况下 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 现在的每分也是相当相当关键了 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对于他们来讲 打的又是在积分排行榜排名 第一实力强劲的One Team 能不能在通过前两天One Team的这些比赛当中 找到一些One Team的问题 然后在今天的BP也好 就是实战当中的对决也好 去寻求一些突破点 你不用想着和One Team去打一个正常的对决 我觉得他们得出其至少 我觉得其实TDT啊 这个队伍他的前几个对手 我细看了一下 全部是排名前五的 今天打的也是 对除了Foot之外 他们输掉的队伍都是前五的队伍 那其实这个东西 对他们的一个实力的判断 我们也不能够一概而论 因为他们也许打的还行 只是说普通的对手都比较强 看他们今天会不会有所针对吧 我个人觉得One Team这里 他们的射手还是最重要的核心 就是捷载 他目前也是在我们本次外卡选拔赛 MVP排行榜上的榜翼 拿了四次MVP了 你放给他一个史莱姆斯 他就开始操作了 是的 我们看一下越南TDT 他们这边的BP策略 赞尼尔和不知火舞 不知火舞倒是很少 在第一轮班位上见到 但就算没有不知火舞 在莉莉安其实也算是一个小的平T 那他们仍然选择了拿一格 这个没有问题 但确实对面有莉莉安可以使用吗 对的 这把的话One Team是选择了 卡芬妮佩亚不是史莱姆斯 卡芬妮这个英雄 我感觉最近的登场率很高 而且我感觉现在他的优先级 在外卡赛区慢慢的开始 提上来了 对 高于史莱姆斯了 这是因为他前期兑现期就很厉害 不用说兑现期做一个抗压 TDT也没有选择用史莱姆斯 直接拿了体力 体力加上一个夏欧敦 夏欧敦是可以摇摆的 他这个位置还要看一下One Team将会怎么去出 莉莉安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火舞的一个平T 这也没有问题 主要是看TDT后续他的一个游走位的选择了 体力的话配安奈特加上一格 他可以组成一个三消号 对线期特别厉害 之前三消号是用来打谁的呢 打史莱姆斯 其实打卡芬尼加牙牙也没什么问题 中路一格前几波现拳该有还是有的 只要你打得不够凶 其实二级就能帮下落帮助优势 讲白了 其实你再怎么说 你卡芬尼虽然说有一段位移 但是你输出的方式跟待射是没什么差别的 对吧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战装 所以说像TD像一格他的技能命中度在前期 其实压力不大也不难 看后续One Team搬掉了有所谓的PP 然后TDT是搬掉了切入型的对抗路亚连 那其实还有个技巧满 看看搬不搬 One Team的话再搬一个朗博大前排 其实两个英雄的话都是这种具备强开团能力的 而且有点坦度的 对 两边其实在第二轮单位的侧重点不同 One Team这边是着重的压力游走位置 而对于TDT 他们是连续双班了战士型编路 他也是对于自家射手 就没位移的射手提力进行的一个保护 哦 艾里 最近看起来艾里他的切入 确实是没有像亚连吉祥版这种那么直接 但是艾里他其实收割这个残局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他中就是在打团的这个中段 进场的话效果会非常好 就是他在技能对手技能交差不多的时候 交了一轮的情况下 突进去 因为他的位移很多你很难跑 没错 看一下选择了夏罗特加上太乙真人 太乙真人保体力 这个阵容其实还是比较常规的 有点打发育的意思啊 整个阵容上他其实除了对线七的一些小小的优势 感觉进攻性的话你光依靠一个打眼的夏侯敦 进不了影区 这个团战不好开 你要想进去的话 你太乙真人必须得跟着 不然的话你的这个控制链啊 即使你控到人说不定还秒不掉 因为你流人能力说实话有点差呀 TDD 他有点缺控 对 那看一下one team最后一楼 准备选择飞类打野吗 之前的话 这边要赛区选马赛 我们看到常常套国 他们是比较喜欢用分类打野 嗯 飞类这个英雄其实可以去打野 他可以去当一个弹野去用 但是总感觉呢 他如果带一个闪现啊在边路 他对团战的贡献可能更大 因为他的大闪的距离其实很远很远 大招又附带一个真实伤害的斩杀伤害的效果 而且有个追击能力的 但如果说你是一个打野的路的话 那你就应该是一个纯坦克 对 这把的话 视野的重担就压在了 宰在了这个飞类上 飞类这个英雄他挤视野的能力呢 说实话也比较的单一 就是肉身去挤 嗯 但他们队有一个好的点 就在于这个游子为牙牙 看似他是一个转活 但他其实孤身去探视野的能力很强的 因为他有被动在的话 就不会第一时间的死 他可以变成一个小松鼠 在血量40%的时候 对 那他的一技能的话 也可以去探草 找草丛当中的人 这是他的一个优势 其次就是他的一个召唤之技能 可以对他附身的那个人使用 包括他的一个护盾 对于偏脆的像刺客法师 射手这三个职业的话 会有一个额外的加长 但复生到一些坦克前排 坦克前排身上的话 就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没错 那么这场比赛也即将开始 如果说在这一局 One Team能够拿下来的话呢 那他们就是7分 晋级的 就差1分了 对 几乎就可以宣布他们 只要状态不掉 不出什么大的意外和差错 晋级是百分之十有八九的事了 其实我们算分的老师算的还是蛮极限的 就是说其实现在这个形式 大家都清楚 One Team One Team他其实是肯定能晋懂 五个名额 以他现在这个基本形式 直说在经历过昨天那场和Alpha7的比赛之后 他们确实是需要建交介绍 稳扎稳打 我们来共同期待今天的比赛 来自方是来自越南赛局的TTD 而红色方是来自中国港澳台赛区的One Team 大家好 我是本场解说紫玲 我是本场解说潇洒 好 看一下中线的抢夺 各站一边 这两边这个TTD的视野啊 扑得很开 还是一格这里更强啊 一格加太义 这什么东西 大家懂的都懂 除了周瑜能跟他拼一拼 其他的几个英雄还是很难的 上路VZU这里应该也是收到了队友的信息啊 中路一格直接往上支援 打的有点慢了 下路特在利用这个野怪攒被动啊 对 他现在应该手里有一发 这个强化的七星光光 有了 哎 下路这个对线直接被打了一个闪出来 这个对于他们来讲有点伤 哎 主要是刚才One Team的游走位置 Lucky 去上路了 对 露头了 这样他一直没有管下路 那下路的话对于节宰来讲还是挺难受的啊 而且被逼了一个闪 对 之后再 KIMI SHOW他的态针只要在下路保着体力 其实就完了 因为中线的话前几波 一格能自立的 嗯 他还是依然选择先帮一格抢 把中路视野继续占明白 雅雅跟了一发一技能把人给罩了出来 看来雅雅更喜欢莉莉安 是的 他这一局对于卡芬妮好像并不是特别的亲热 他现在开始跟着太医走了 你来下路我就来 他也可能比较放心自家的发一路节宰 毕竟现在MVP绑的绑一嘛 对于他的一个对线能力还是比较认可的 对 因为你是绑一 所以我想看看你的实力 所以你一个人呆着吧 给你一片天地让你自己闯一闯 看看这个绑一钢压能力怎么样 不能老让你打顺风局 是的 雅露在雅雅过来之后呢 明显可以看到杰仔打的要自信多了 他其实现在没闪现还是要小心一下 嗯 怕对面一波突然强害 因为这个时候夏侯敦也在下半区 哎这个被动卖的我觉得有点小亏啊 浪费了啊 对 这不还吃了一个一个的大招 他并没有用附身那一瞬间去躲掉对面的伤害 嗯 像这个对线依然是TTT的小优势啊 中路夏侯顿也不需菲泪 消耗一波大招过去了 菲泪这个位置还一下回血 安能再回 再来一次 哦这个残局能力 哇 Double Kill 这就是打野菲泪吧 他在残血的时候一点都不慌 来赶紧触发自己的被动 展示刺层的应急 他刷了两个被动出来 对我刚刚其实看到他 残血然后没有阵亡的时候 他都没想过要跑你发现没 对我就感觉他这个人要收割了 真的是大心脏啊 对因为菲泪这个英雄他血量越低 他回的越多 你看 他刮的还是两个英雄目标 回的更多 他的这个回复能力确实比夏侯敦要更加的显著一些 他已经瞬间回复 然后你看刚刚他一直到最后才用大招去完成了收割 是的他都没想着跑 他现在身上其实是没打着 刚才交了一次 然后他利用一些小走位先躲一格的伤害 但被打住了之后他不慌回头先是一个 平衣好像接上一技能定住了一格 出发了一段之后后边又有一个二技能 就是他频繁的使用技能啊 就刷了自己的被动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转这一圈啊 他这个圈呢只有外圈内环是有伤害的 对 完成了一波极限操作 而且他转圈打到对面的同时 他自己处于一个解控和霸体的状态 并且还可以减少他每一个技能的冷却时间 哎 这是他被动的一个机制 这是为什么他又有大招了 又来 菲勒先把罗拿了 哎呀 吓了他落地就被秒 是的 看一下他一枕给出了自己的大招 但这个位置菲勒也没有扛住被集火了 卡芬尼也开了自己大招 但是这个位置有个减速啊 自己跑不动 那夏侯都在龙坑里面被卡芬尼的一个电磁炮给收下double kill 那这一波是弯蒂姆的一个一换二啊 最终的话是有惊无险暴君是拿下来了 还是转的 这一波TTT的对抗了Shyme这名选手 他落地就被变了 这个位置泰智仁舔舔了上去 但是打了个乌龙啊 两边没配合起来 刚看到两个人其实杀戮双人组啊 TTT这边没想好 体力已经闪现回来了 然后泰智仁冲上去帮他拆火 但发现拆火上去就自己没大招 你就被卖了小大鱼啊 确实可能是没有完全沟通好 我觉得那种情况 两个人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情况 可以选择放这个塔了 对 因为当时你已经减约两人了 下到这个塔越守越炸 啊那这样这一波打完之后啊 我觉得其实对于TTT而言 他们压力有点大了 因为刚才不仅是龙丢了 而且呢 等于说连掉了四个人 你看这个塔也残了 再加上这个射手对位竞技差 一下子卡芬尼比提力多了一千 你还是有太义在了 这个就比较伤了 本来前面他的对线几波 前几波都是优势的 现在这个卡芬尼 又是劫宰的卡芬尼 他们后面团战要想办法处理一下 我菲累开两个 开两个人 哎呦这个地方一格先被卡芬尼找到 宰宰的这个 菲累熟练度很高啊 主要二技能准 嗯二技能拉得准的话 一技能就能中啊 然后连控控两个 他那一套下去一格都快死了 对的 他这个就是菲累这个英雄 他有个比较好玩的点 就是他刚好二技能拉回来 无论是推远还是拉近啊 他二技能拉的那个点呢 是一技能刚好能两下一个锥形的弹道 完全命中 同时呢 血本可以完全命中的一个距离 对对 就是说如果说 就是一套 哎如果他卡芬 你如果说这个菲累二技能中了 那接下来就是 接下来都好说 对 他要是二技能空了 那接下来都难说 那都说不了了 你看这套拉 你看 哎 这套爆发跟莉莉安一下 打出了太野的复活 再守一下 他又来了 你看再刮一下 重又中了 我的天 真准啊 这菲累是个野核吧 对啊 他好准啊 他二技能 这菲累有点 有点小短手的一个意思 但是呢 他如果真的打得准 并且进场果断 那就很厉害了 他虽然是个竞争 但是他挺擅长这种 中距离的作战以及开团的 哎 哎 你这么讲的 还有一个中距离的英雄 在之前 大家都记着的 叫菊又金 对吧 他也是个半中距离的一个英雄 确实 那这波就没开到 你看他只要二技能中不了 他后续的一技能就中不了 然后就触发不了血纹 我们就看到了菲累 哎 只是进来了 啥也没干 那我觉得以后大家想 评判一个选手 菲累玩的好不好 我们就着重看他二 那个直线那个标能不能中 是的 对吧 这是宰宰 好像是 这是第一次用菲累啊 也是我们近两天 很少看到了菲累 用在打矮位 但是菲累这个英雄呢 我们刚夸了他很多优势啊 又能解控 又能回复 然后呢 开团手段 位移啥的 还能收割 但是劣势就在于 他的血纹 触发的时候 是没有减伤的 对 又该吃的伤害还会吃 他是用回血带地的减伤 但是有时候呢 你知道在团战里面 你也挂不了 挂不了几个人呢 有时候 对吧 你进去之后 也许挂个一个都很困难 然后就可以秒掉了 所以菲累打野的话 他逆风的话 其实他就很难去战事业 和开团了 对 他没有容错率了 你看他现在优势的 这个局面情况下 他上去开一套 他也没什么关系 能撤出来 而且他现在这个经济 还是不错的 作为一个弹野而言 这把节奏 确实是通过他打开的 就是刚才在 中右 中右那几波 极限反杀 对的 现在对于TDT而言 他们的核心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应该就是靠这个提力的输出和太乙真人的容错了 只能脱了 他们好在有个太乙真人 但是要看他们的经济费费分配了 费累进来 二技能只要空了 后续就空了 这二技能空了 在后续就上个白板 打不出什么太好的效果 还下落这个高地 TDT没有人防守了 因为刚才派了太多的人力去防守中路的高地了 而且我们也发现了 芽芽这个辅助 她的大招其实有点像一星的大招那个意思 就是在上高地的时候 芽芽先过去给个大招 然后逼你的走位 让你没有办法过来 第一时间防守这座高地 这也是我们看到有些芽芽会带闪现的原因 她冲到前面去走的好靠近 对闪现开个大 或者是开完大之后闪现出来 或者是开完大之后二技能复身 复身走掉 之前我们看到过紫阳她的芽芽 就是闪现进去开个大 然后复身出来 对打得非常的凶猛 看一下这个节载塔芬妮 5-0-0的KDA 这个对位经济差也拉开到了2500 诶炸到三个还不错 可惜没人跟输出自己被秒了 这个地方就亏了 上路还有一波兵线轻掉了 提力开大招轻 但是我感觉中路上路 远远不断的兵线要过来 是的 这里TTT防守压力很大 少了一个泰乙真人 夏侯都必须要顶上去 普攻普攻冲进来 一套爆发 先把提力给干掉了 这个位置再进场 艾里也杀疯了 冲进来全是强化普攻 没打到 那兵线进来要直接点水晶了 对那这样的班team 应该不出意外可以拿下本局 点掉水晶 恭喜 ONE TEAM 现在的话是一个七连胜之姿 在进行完这场之后 这支战队现在在选拔赛 外卡选拔赛区 已经几乎接近于所向披靡了 是的 他们无论遇到任何的对手 都能够从容地应对 同时也可以攻破对方的水晶 换取自己本场的积分和胜利 其实我们也通过他们的教练 瑶瑶口中有了解到 这支战队其实在训练赛阶段 并不是说像他们正在 就是这个外卡选拔赛当中 打了这样所向披靡的 他们也是有一些 在训练赛低迷的状态 但是他们确实是通过第一天选拔赛 这个状态延续下来之后 就有了现在七连胜的判断 对 就是越来越好 我们看到他们刚才也已经庆祝过了 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器 其实每每这个菲类走到打野位的时候 我们都会说尝试去给他打一个问号 因为这个英雄他不是个刷野速率 特别快的英雄 但是但是你不能给他认投 这个英雄你只要在中期 前中期稍微给他一到两个人投之后 这个英雄就不一样了 对 为什么在我这里 我觉得菲类不适合打野位置 是因为他明明线上那么强势 前期那么的强 把他放到打野位可能浪费了他的前期优势 但如果他在打野位置上还拿到前期优势 那就OK了 这就打出了他该有的作用了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的菲类去走到打野位置 可能前面就是逆风了 逆风你就会发现这个英雄 能扛吗 扛不住 能打吗 打不了 唯独有一个作用 就是有个大招位移 可能有点远能逃跑用 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 但是菲类这个英雄嘛 我觉得他开团特别厉害 就是他有了优势之后 他开团就没成本嘛 大招就直接跳到你脸上去 然后把你勾过来 对 原地晕你一下 但是逆风你扛不住嘛 对 扛不住 然后打也打不了 这就是一切的都得建立在优势上面 而且今天我发现他们 One Team其实打得有一点好 他比昨天稳了特别多 可能是昨天晚上回去之后 教练给他们 确认了 确实骂过了 骂过了 对吧 骂过了 骂过了 要不然我觉得他们昨天打得太奔放了 就是他们前期和刀内部团 也是被对方动得先手 然后菲类利用自己超高的英雄理解 还有他的操作反散的那两个人 其实他利用他自己被动外圈的那个伤害 其实是打出了很不错的效果 你就感觉他一直在转圈一直在转圈 他这个英雄就从决议前面的那个描述 特别像白棋 对吧 搭进去 然后去搅那个局 那就跟其实白棋逻辑有一点接近 这种英雄他的打野的速率 他需要队友帮他不断地去提 提升了之后 他在前中期会有很强的作战能力 他比真实服白棋有一点不好的 就是在逆风当中 拖到后面可能控制的一个稳定性 是没有白棋高的 他需要一个顺风 本局 MVP 给到了宰宰 我觉得飞类这个英雄真的打到打野 你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开局 去帮你加速前中期的过渡 然后一旦就是你进入到你的节奏 就很好打 而且这把 One Team在中右的河道那波打完之后 其实上下 中下已经是完全压制的一个状态 他还抢了一条暴军 对 没错 这波河道打完之后 后面可能世界大涨了吧 然后都疯狂动先手 这波他很细 然后下路 凯文林那边又拿了个双杀 然后后面 优势就滚到各路 对 到处进你野区 不知道怎么说 优势是会辐射的 那个烈士同样也会 而且其实One Team 其实是一个标准的双核 双核的一个队伍 就是看了这么多场比赛 你可以看到他们明显的节奏点 实在在在 后期的大哥就是这个接载 就是很明显 他们打法就固定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One Team 来说应该要把目光 放到下一个赛段了 要放到正赛了 他们要尝试就对吧 那个赛制 然后有一些英雄上的 一些BP的变化 我就需要开始做尝试和准备了 因为在目前这个阶段 你能感受到One Team 就像解说习所说 确实在这个赛道 是无敌的一个状态 那他们怎么让自己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过度衔接 和一个心态上的转变 也是他们目前的一个第一目标 同样采访准备 就续把系列交给舞台 欢迎来到赛道采访 我是广宇 站在我身边的是One Team的杰仔 请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One Team的射手杰仔 今天这场比赛 拿下之后 我们现在积分应该是 7分 7个胜场 你们自己有算过说 在哪个分数 哪个阶段 可能稍微会稳定一些吗 现在好像就挺稳的 但是我们后面都想全胜 我们的目标是全胜下来 是的 那其实下一场比赛就是Impunity 对这场比赛来讲 大家肯定是信心十足吗 但是会有压力 会有紧张这种情绪 压力肯定是有 但是没有这么大 没有这么大 是的 那其实这个我之前也有了解过 其实杰仔最喜欢的选手也是孟兰嘛 那下一场其实正好 你们与Impunity的一个对战里面 孟兰来到了评论系 对于他在看你们的比赛的时候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会有压力吗 应该还是有一点压力吧 感觉 那有想给他在场上展现出什么吗 或者说自己在场上 打好自己吧 大家都打好自己的 打好自己 明白 其实昨天有看到教练的采访说 现在的我们是比较低调的 喜欢这种其实自己默默做事情的 这样一种方式 那私底下教练跟大家去聊的最多的 叮嘱最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就是尊重每一场比赛吧 尊重每一场比赛尽全力而为 是的 那其实后面的比赛我们也看到 其实在积分排名上面 都是比较靠前的队伍 你觉得这些队伍里面哪些 可能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难关 或者说大家觉得最难打的一场比赛 哪些队伍会给较压力 对 接下来的这几个队伍当中 接下来应该就晚上吧 今天晚上 基本上是比较重要的 是的 所以也期待你们在场上的表现 希望你们达成你们的目标 全胜这是一个很棒的目标 也是一个很棒的战绩 期待你们的表现 也谢谢杰仔 接下来把画面交给评论系 那今天赛前也遇到了瑶瑶 也跟她稍微聊了一下 了解了一下 昨天One Team确实有一些 可能相对上头的一些行为 又扛了对方水晶那波没打过 然后被Alpha7给反扑回来 到下路那波才打回来了 当时她说的就是 其实Alpha7你可以从对方身上吸取到很多 对方优质的一些感受 因为可能在很强 很多对抗的对局当中 你很难说你每一波团队都是在 自己是拿到上风的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怎么保持自己那根弦是完全紧绷就很难 对 而且也就像刚刚采访的时候说的就是他们觉得接下来的比赛中 比较压力大的就是今天晚上打 影片内庭的比赛 因为我们的赛前其实我们去了解了嘛 其实他们在训练当中打影片内庭是比胜率 就是基本没赢过他们说 但是目前为止场上的表现来说的话 绝对是One Team的表现 在场上的表现是比影片内庭好上一点的 对 所以我也蛮期待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 因为比赛节奏和我可能在训练赛的节奏完全不一样 我们就在说 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One Team已经找到了很好的一个比赛状态 只要把它尝试延续下去就可以了 然后感谢官方协服合作伙伴Puma 请礼支持 初装标配 超神开黑 神来我赢 事实在休不停 别观看 快连麦上TD云 来吧 真的找游戏搭子上TD云 连麦开黑 赢更爽 那其实在这几天比赛 我觉得不管是可能BO1 美局间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延续 还是说你可能在场上不停的去读出更多的一些游戏理解 那我认为在现在几分有优势的队伍 就要尝试去往下卖一卖 我觉得可以做更多的提前准备 好了 比赛马上开始 稍微休息 一会儿回来